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集中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涉及技能的篮球国手于祥平 在今年杭州亚运来球3对3赛事中 创下新纪录拿下了金牌 市长谢果良亲自颁发奖励金 50万元来鼓励 看前面谢谢 金融市长谢果良亲自颁发奖励金 50万元 勉励亚运金牌选手于祥平 再接再厉成为青年学子的榜样 也替我们金融赞光 在亚运拿了一份金牌 那我首先也讲就是说 我感谢我们金融市议会的同意长 他也非常关心给予 他也特别提醒我 就是说祥平这样的表现这么好 那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有机会来 做一点鼓励 泡砖引玉这样子 那我想我们就请教育处已经都规划了 那关关的内容大家也都了解 是 那就是希望这个祥平能够成为这个青年人的榜样 继续鼓励更多的金融的运动选手们 在亚运甚至未来在更多的赛事 都可以拿到更好的成绩 那我们也会不但就是说 提供该提供的奖励以外 那天跟很多选手会跟你报告 报告 就是说跟很多选手跟教练分享 对于选手们的未来的规划 也是未来我们教育处在体育政策上 很重视的一番 涉及在基隆的篮球选手余祥平 在今年亚运赛事中 打破台湾篮球项目60年金牌荒的记录 拿下金牌 市长谢国良特别指示教育处 演绎奖金办法 颁发奖励金50万元 作为鼓励之外 更是亲自向余祥平的父母表达恭喜 当面听取余祥平对于篮球经验分享 我们一个成果就是 就用回合给家人 然后教练 他们觉得这是自己在学习的地方 拿这个成绩回来 让基隆市看到我们在运动这一块 有很大的幸福感觉 所以我们希望今晚有更多优秀的人才可以为何他们的想 议会特别的关系 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经过了讨论后 决定颁免50万奖金给祥平作为他 获得亚运金牌这样的鼓励 那不过我想如果未来有类似的选手在亚运一样得到这样的成绩 我想我们一样会比照这样子的一个奖金跟鼓励 然后我们也希望可以鼓励更多的选手们替基隆市创造更好的成绩 余祥平父母的职业是物理治疗师 在亚运赛事全程陪伴 以行动力挺孩子 余祥平说 未来希望能够拨扣回到家乡指导学弟妹 为基隆培养在地优秀人才 尽一份心力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再带来看基隆百福国中大礼堂 这周末有一场武艺嘉年华的活动 超过300位妇女 长者表演柔力球健康舞等 活力与热情一点都不输于年轻人 七堵区五一嘉年华在百福国中登场 来自七堵区300多位热爱跳舞的妇女 而长者跟着音乐旋律摆动身体 也打起了柔力球展现运动之美 很容易很容易 你不会跳球就捡起来就好了 那我们还有跳舞的不一定 你看我们刚刚也有指弹鼓 所以说这是可以以静自动的 不一定是说会不会的问题 只要大家肯走出来 只要走得出来 那就是对我们社会的一大贡献 不要窝在家里就变成了身体 什么病都出来了 武艺长的活动我们也行之有年 这个对我们国民的健康 生活的提升 有相对的提升我们生活的品质 包括基隆 柔力球 活力健康舞 土风舞 太极舞等团体 依序进行表演 其中不乏银法族也跟着舞动 享受舞蹈乐趣 我们非常谢谢我们七土区的提卫理事长 李永亮来办理这活动 也是第一次我们把舞艺推展到各区 明年在七土区还要办理七土区的社区全民动 让我们的基层大家做运动 身体会健康 也非常谢谢我们小爱爸爸市场 大力支持我们的运动 谢谢一位全力支持我们体会办理的所有的竞技 全民的运动 市长谢国良 议会副议长 杨秀玉 议员张肯辉 曾宜芳 蔡旺莲和民进党立委参选人曾文婷 都特别到场参加 肯定金融市体育会推广体育成效 鼓励金融市民多运动 其实舞蹈 舞蹈让长辈们 让姐妹们 让很多长者们 大家都可以运动 然后健康流汗 因为现在运动真的很重要 我觉得真的一定要提倡更多的运动 我们国人跟我们的市民 才会有更多的健康跟平安 那我们也感谢郑锦州理事长 在这一路上对于金融的体育活动 都推动不遗余力 300多位民众齐聚百福国中礼堂 以舞会友展现舞异特色 也享受运动的乐趣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选举进入倒数70多天 舞蹈级金融市立委参选人王显芝 11月5号在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王显芝强调 未来进入国会后 第一件要推动的 就是财政收支划分法的修法 才能根本性的解决 金融市财政结构的问题 王显芝 无党籍立委参选人 王显芝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支持者热情相挺 王显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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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显芝投入选战 强调进入立法院之后 第一件事要推动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法 改变中央统筹分配款 长期分配不公 这样才能够解决基隆的财政问题 我们想要邀请更多的朋友 来跟我们一起推动 整个基隆市未来的改变 改变基隆市长期以来二等城市 而且是贫穷县市的处境 所以请之进入到国会之后 首要推动要改变的 其实就是中央跟地方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我们要开始修改财政收支划分法 这件事情 基隆市长期以来的自筹裁员 竟然只有25% 而加上统筹分配款之后的自主裁员 也不过就是才50% 所以长期以来都必须要仰仗 中央的资源 你看中央的脸色 仰中央的鼻息 在这个过程当中 基隆人永远只能每天过万圣节 不断的跟中央吵架 才会有糖可以吃 这件事情其实对基隆 长期以来的发展并不是好事 所以你可以看到基隆市的烂路 我们如果要修基隆市政府 会说没有钱 基隆市政府需要盖人行道的地方 基隆市政府也说没有钱 甚至我们的邻里公园 需要定期维护 基隆市政府也一样说没有钱 而我们最在意的国小营养 国小营养午餐 希望能够比照双北的品质 也需要钱 但是基隆市政府也说没有钱 甚至最夸张的是 我们连基隆市公车 都是去采购别的县市淘汰下来的二手车 这个东西是我们基隆市长期以来的处境 作为一个二等城市的感觉 其实并不会让人觉得骄傲跟舒服 王醒之也向基隆市民喊话 这几年他与团队在环境争议 居住争议 交通争议 阶级争议上的坚持 其实就是超越党派 也超越了蓝绿 非常非常感谢有很多的民众给我们各式各样不同的小额捐款 我们连选举方法也都很清楚知道我们的选举花费只是对手的十分之一左右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需要大家的支持 共同来跟我们推进这场民主3.0的运动 我们特别会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许多基隆市市民是已经长期对蓝绿失望 对家族政治失望 然后也认为过去这种旧政治的方法 其实并没有办法让基隆带来更好的可能性 我们想要特别呼吁在基隆市的中间选民 千万不要对政治失望 呼吁你出来投票 我们也希望你可以多多的比较 几位不同的候选人 你就会知道说我们是一种新政治的可能性 所以是我们可以共同来推动的 有别于其他参选人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动算声不绝于耳 竞选团队把欢呼口号动算 改为王醒之送进国会 呼吁大家不分蓝绿一起踊跃投票 追寻一个全新的政治价值 记者 王少铭 基隆报导 基隆市第一座专位 55岁以上银法族找工作的银法人才服务据点 在市长谢国良 社会处长杨玉欣 劳动力发展署副分署长李燕玲等人 亲自参与下正式揭牌运作 在基隆市长谢国良 社会处长杨玉欣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北极 宜花金马分署副分署长李燕玲 以及基隆市劳资和谐促进会 理事长李学伦等人亲自参与下 基隆市第一座专位55岁以上 没和中高龄以上银法族找工作的银法人才服务 据点正式揭牌运作 还辅导协助社会各个行业 来有人力资源的加入 因为事实上现在好多行业 都找不到适合的服务人才 所以我们非常开心能够跟我们的这个中央来合作 打造这个好的服务人才的一个据点 然后就我们的媒和还有训练等等 能够这个一起努力 那我希望现在呢大家都越来越健康 越来越健康就可以继续把自己的一份力量贡献给这个社会 开发银法的劳动力来补足产业的一个人力的缺口 那也可以促进就是中高龄的劳产力 那除了法治面之外 我们更进一步跟市政府来合作 我们希望在每一个乡镇据点 都有一个银法据点的成立 那成立了之后 我们希望可以引发者 可以带给引发者一个一站式的服务 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 这个一站式的服务 我们今年到今天为止 在全国总共成立的第15个了 也就是未来我们希望每一个乡镇都有 而且不止一个 那我们当然也期许金融市政府 未来不是只有一个可以满地开花 如果我们这个企业的雇主 他雇聘了这个符合我们规定的 这个中高龄的大哥大姐们 直接的补助他的薪水 每个月一万五千元 这是for全职的 如果您是part time做兼职的话 一个小时的时薪补助雇主80元 不得了 这是不得了 而且为期一年 首座引发人才服务据点 位在爱三路9号4楼之四 市政府社会处长杨玉昕 欢迎引发族朋友来这里找工作 或是咨询相关工作媒合事项 投入适合引发族工作的劳动就业市场 有就业奖助及辅助资源 我们这里引发人才的据点最重要 要提供55岁以上的朋友呢 如果你想要找工作 你有任何法律的问题 有任何想要咨询的地方 甚至你想去参观各种的职场 你都可以在这边登记 会有人来专业的服务你 那同时呢也服务我们的雇主们 如果你有禁用了55岁以上的引发人才的话 那么我们中央政府会补助我们每一个企业主 一个同仁一个月一万五千元的补助金 那这欢迎所有的雇主能够勇于来聘雇 我们的引发人才 市政府衡量交通便利 选择邻近庙口以及仁爱市场 成立引发人才服务据点 采一案到底就业服务 辅助引发族朋友在职场上稳定就业 和青年人一起努力 让社会更好更进步 也促进轻盈共融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深美国小在10月份发生的营养午餐事件 市议会一直都非常的关心 卫生局公布检验结果是 无法判定为符合食品中毒的事件 10月份深美国小营养午餐事件 市议会一直非常关心 而基隆市卫生局已经公布检验结果是 无法判定为符合食品中毒事件 市长谢国良也说明 为什么会有这种检验结果 这一次的检验报告出来是有几个孩子有呈现 诺罗病毒 那没有办法来确定真正食物中毒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 事实上有六成 卫生福利部所报出来的这个数据里面的显示 有很多的食物中毒最后都找不出实际的原因 那本府对这样子的情况也很了解 那我们目前为止 其实还是会继续努力的 来让我们的食品安全更稳定更稳健 那我也是每个礼拜都会折几天 去第一线的学校跟校长共同来努力 市长也强调目前没有后续相关处分计划 会尽量努力打造好的食安环境 我们目前没有后续的相关的处分的一个计划 那过去我也跟大家报告过了 我们调整教育处长 也有我们自己内部的原因讨论 那总之我们会继续努力 尽量打造好的食安环境 来跟大家分享 而对于市议会关心 因为这件事下台的前教育处长刘美兰 以及升任为教育处代理副处长徐燕丽的人事案 谢国良表示更换前教育处长 不单纯只是这次升美国小营养午餐的事 而是还有其他教育处里面的事 至于升任徐燕丽为代理副处长 也是在这次事件之前就决定了 那但是教育处长的离子 其实跟我们的一些其他处里面的一个原因 也有关系 不是单纯因为这个食物中毒事件 那就像我们讲的就是当初 代理副处长决定的时候 公文甚至公文发布的时候 这个食品安全事件 就是疑似食物中毒事件也没有发生 所以我想我们会继续努力 把我们教育处的业务 跟其他的食品安全的议题 来把它做好 谢国良也不忍心的透露 徐燕丽代理副处长请假 没有到市议会开议 是因为他罹患癌症 正在医院进行化疗 因为最近罹患癌症 所以正在进行化疗当中 那议会的同仁也都知道这一点 因为我们知道以一个副处长 必须要请假 然后时间上也不算两周以上 也不是一件小的事情 那所以我们也很重视这一点 所以我们有很详尽的 告诉了所有的议员 他的病因 跟他现在在做化疗所需要的时间 所以还是希望议会的先进 长官给病人多一点点的时间 让他能够恢复 我想我对他的恢复 还是有信心的 恢复好后 我相信就可以回到职场 来继续工作努力 对于有市议员认为 等到徐燕丽康复后 应该请他到市议会 针对深美国小 这次营养午餐事件 进行专案报告 谢国良表示非常好啊 也希望议员们 再给这位外号严重优秀的代理副处长 徐燕丽一点时间 专案报告非常好啊 我想没有人会 对这个专案报告有抗拒 或者是想要拖延 生病都不是大家需要的 更何况是要做化疗的病情 所以请议员们 再给他一点时间 那他一定会好好的来跟议会报告 我们想要做的国际合作业务等等 不按照议会的体制 主报告人还是我们的代理处长 副处长就是做他的应尽义务 我们这位严重优秀的 这个代理副处长 这个编号是封号是民进党的议员们给的 那他会尽他的努力做好他的工作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清德 郑文庭联合竞选总部成立 赞清德 苏贞昌 游锡坤 林佑昌 陈时中 卓荣泰 蔡世英 洪梓伟 勇敢前行 信赖郑文庭 11月11日 我们不见不散 10月2号起 65岁以上可以接种流感 肺炎恋求菌以及COVID-19三种疫苗 请记得携带 健保卡 身份证 COVID-19疫苗接种卡 肺炎恋求菌接种证明 到时候医生将会评估 可以接种的疫苗及种类 如果无法在第一次完成所有的疫苗接种 也会协助预约下一次接种的时间喔 都给妈妈做了 那再加点 妈 我去送货 是不是去银行教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 你是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 你教的爱诚实纳税啊 用这个啦 收到缴款书后 下载行动支付和电子支付APP 掃描券券后就能马上缴纳 还有信用卡 ATM转账等多元缴纳管道 都能算定喔 很方便耶 多元缴纳不卡关 一路身上安心 GO 赖清德 郑文亭联合竞选总部成立 赖清德 苏贞昌 游锡坤 林佑昌 陈时中 卓榮泰 蔡世英 洪梓伟 勇敢前行 信赖郑文亭 十一月十一日我们不见不散 此云寺药士佛店 历经两年策划 开光启用 药士佛大殿内设有神佛尊相 必读 木科解王的灰红庄严 不少信徒专程前来点药士佛灯 祈求身体健康 消灾严寿 欢迎民众来此一次药士佛店参拜 感受法喜 基隆市区污水下水道施工开始咯 下水道工程施工 会在道路进行开挖时 设浇管及围社围离 工期陆续将暗月分区分段施工 部分车道会缩减 部分停车格会取消 请市民多注意 为了卫生和健康 请大家体谅多包含哦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市政者生活重建协会 向市议员韩世玉陈晴 希望在仁二路与中一路设置导盲型穿线 让市政者过马路不会走偏方向更安全 地上没有辅助线的话 我不容易判断正常的路要怎么走 所以我可能就会偏条 拿着导盲杖过斑马线 但怎么走的走着 越走越偏真的好危险 这边是没有车子 所以我会尽量往这边靠 因为没有地方可以让我去找寻 假如说下面有三条线的话 我就不会超过这範围 比如说它的宽度是这样子来讲的话 我会划到线我就趕快跑回来了 还好一旁有人协助引导 才能够顺利抵达目的地 这里是仁二路公车循环站 路幅宽广 对市长者要穿越斑马线 确实是一大考验 那因为最主要是希望大家从客运 从台北回来的时候 下车都能够独立的 就是透过白手杖 用探寻到警示专 然后可以走到路口 那也能够知道说什么时候要过马路 然后并且呢 然后透过白手杖 让我们能够市长者 可以有行穿线的引导下 那走到回家的路 所以这是我们很希望 跟积极争取的部分 那循环站这一段是因为公车 大家都是来来回回 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最主要是希望市长者 下车后也能够独立 行走到对面 去做一个安全的办自己的事情 那因为很可惜的是说 基隆目前只有一条啦 在七堵那边 那都是在郊区 我觉得好可惜 因为基隆市的门面在哪里 在海洋广场跟我们循环站 最应该要优先把它设置起来 基隆市目前只有设置一处的 倒忙行穿线 对于市长者来说 有极大的辅助作用 但一般的斑马线 就很容易走歪 失去方向 那三条的行穿线 因为它行穿线是有突起的材质 那让我们市长者在走的时候 脚探寻道的时候 会知道说 这里是我要往前走的一个地方 就好比景师专一样 基隆市呢 那在呢这几年的话 其实有签署这个 无障碍的有碍城市 那当然呢 我们的市长者的话 也是包含在 我们行人友善的一环 那所以呢 市域呢 这个获取了 我们这个很多 市长者朋友们 大家的反应 那在呢 今天我们在循环站 主要路口 那还有呢 国泰市华银行 也就是呢 海洋广场 主要的路口呢 希望可以设置呢 我们的这个 盲人的使用的这个 引导的斑马线 那让呢 我们更多的这个市长者呢 大家在行走 这个行人穿越道的时候呢 不会迷失方向 不然的话 等一下一个不小心 就走到路口处 那万一呢 这个 会发生危险 那这个就是我们 不希望的事情 那当然未来的话呢 市域呢 也建议说我们市政府呢 在我们很多 主要的路口处 还有呢 譬如说医院啊 学校啊 或者是呢 我们很多大众 常出入的场所呢 可以呢 優先的来做 所谓的 我们的这个市长者的 引导的这个斑马线 那让我们更多的朋友们呢 大家呢 可以体会到 我们基隆市呢 对于这个 行人友善的这一块呢 是不会忽略掉 我们市长者朋友们的 江东处这边 其实原则上 在之前 也就已经有 积极地在处理了 那像七土区那样就是了 那两岸区这边就是 如果市长者有需求的话 那我们将全力的配合 进行设置 导盲行川线 看似小小设计 但对于市长者来说 却有很大的辅助作用 市政府交通处 听到市长朋友的心声 将在循环站和海洋广场一带 设置导盲行川线 让市长者过马路更安全 记者 黄少民基隆报导 第三届基隆至胜奖 全国书法总决赛 在暖息国销礼堂登场 今年首度以全榜输的行事竞赛 每一件重品都展现 辉煌的气势 一张张拥有流畅快感的大字 让评审很伤脑筋 从400多位参赛者中 进入基隆至胜奖全国书法比赛 总决赛的百人 齐聚暖息国小辉猴 以榜输的行事完成指定任务 至少就要写大 就要有气势和完整的布局 很开心 因为这一届真的特别 因为他是标榜全榜输的 全榜输的 就会变临场发挥 大家要很有表现 因为要写很粗有点难 是有点紧张 因为毕竟是第一次写 难度很高 也就是我第一次参加 台湾的书法比赛 对很特别 算蛮奇特 因为这种比赛不常见 大部分就是那种 比较多字数的 这种少字数的 比较少见 别于一般书法比赛的形式 让参赛选手觉得新奇与挑战 颁奖典礼现场贵宾云集 主办单位台湾制胜文化艺术学会 和中华书道学会 期盼透过比赛 推广传统艺术 并创新文化生活 今年是从国小到长青组 全部都用榜书来比赛 学习书法 不只是可以修身 养性 还很疗愈 而且还可以养生 延年益寿 我相信这是 现代人 学习的最好的一个艺术 那么 虽然有AI 但是AI写不出感情 AI也写不出笔触 所以AI也写不出你内心的话 所以我希望人人都写书法 拿起笔来发扬我们的国粹 发扬光大 就是要发扬书法精神 陶冶性情外也能疗愈身心灵 带有标题性值大字的得奖榜书作品 都在台湾制胜文化艺术学会的网站中 欢迎大家上网观赏 共同推广世界独特的书法艺术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电等级却只有五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八分满 滤网定期两周轻 冷气设定26至28度 晚转时间 进化一级节电玩家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 节电不停歇 节电 从我改变